对于二战后的欧洲来说 犹如庞然大物般的苏联 确实有着相当大的威慑力 特别是长期主导欧洲的英法等国 此刻也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就在这时 美苏冷战逐渐拉开 美国犹如旧式主般 顶在了抗苏的最前线 1949年 美国联合加拿大与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丹麦 挪威 冰岛和葡萄牙等12个西欧国家 组建了北约集团 1952年 苏联势力逐渐向南蔓延 土耳其和希腊第一时间选择加入北约 既然美国不讲武德 那苏联自然也不甘示弱 于是1955年 由东德 波兰 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八个国家 组成了专门对抗北约的华约组织 随后 在美苏两位大佬的扶持下 两大阵营开始在各个方面展开较量 直到1968年 苏联带领华约成员展开了第一次军事行动 但行动对象 却是华约成员国之一的捷克斯洛伐克 这波操作不仅让对面的北约难以置信 就连华约的内部成员 阿尔巴尼亚也因无法接受而退出组织 1989年 原本一直保持中立的西班牙宣布加入北约 随后东欧巨变 大量华沙成员国转变社会形态 退出华约组织 1990年 东德与西德合并 德国重新完成统一 并在第一时间加入了北约 1991年 苏联解散了毫无意义的华约组织 打算进行全面改革 可还没来得及做出改变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就已经让苏联提前走向负面 突出了15个国家 这时就有人就提出 既然北约的成立是为了应对苏联的威胁 那现在苏联都没了 北约是否也应该解散呢 但美国人却说 苏联虽然是没了 但那苏联大部分遗产都留给了俄罗斯 依然对你们欧洲有着巨大的威胁 也就是说 北约不但不能解散 反而还要继续壮大 但其实 此时的俄罗斯不仅没打算与北约对抗 甚至还想尽一切办法的去融入欧洲 1997年 北约正式通过了波兰 捷克 匈牙利三个国家的申请 看到华约成员也能加入北约 一些加盟国也按耐不住 纷纷提交了申请 这其中就包括了俄罗斯 2004年 北约不仅接纳了华约成员国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还接纳了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立陶宛这三个前苏联加盟国 唯独俄罗斯的申请再一次被拒 2009年到2020年 北约又先后接纳了克罗地亚 黑山 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四个小国 而俄罗斯也毫无意外地再一次被拒之门外 正是这一次次的羞辱 俄罗斯才彻底意识到 这北约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封堵自己 因此2022年 当乌克兰提出加入北约时 俄罗斯就再也忍不住了 别人加入也就算了 你我同根同源 也想跟我作对 于是俄乌战争就此爆发 但这一战 不仅没有遏制住北约东进 反而让北约拿下了整个北欧 2023年 芬兰加入北约 2024年 永久中立国瑞典也加入了北约 至此 北约从最初的12个成员国 扩张至如今的32个 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 如果说是因为苏联的存在 才诞生了北约 那么致使北约东扩的 则是坐拥巨额遗产的俄罗斯 也就是说 一个最想融入西方的国家 却成了西方世界抛弃的孤儿